不可能遇到第一法门 纵然遇到 你也不会生欢喜心 也不会幸愿受持 由此可止 听到这个法门 生欢喜心 一心相学 就是你无量界的善根成熟 那么既然过去生中 这样长的时间修学 咱为什么没有成就呢 现在读这一段经文 我们在恍然大悟 我们这个盈喻的念头没断 被他障碍了 所以没有成就 这一生当中 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障碍去掉 那么这一生当中 就会否判定了 在这一生当中 到这一生当中 我们就会有一个 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的这个障碍 我们就会带她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感谢观看